小男孩拿出刀 想要割开机器人手臂一探究竟 机器人急忙挣脱了手 害怕地抱住了男孩 但男孩不停挣扎 不小心脚底一滑 两人都掉进了旁边的游泳池中 男孩的爸爸看见后慌忙下水 他将机器人的手死尽掰开 飞速将自己的儿子救上岸 大家都围在男孩身边呼救他 却单独留下了机器人沉入水底 没有人在乎机器人的死活 好在他能够防水 没多久就恢复了程序继续正常生活 但这件事情让领养机器人的男孩父母 决定狠心抛弃了这个机器人 妈妈把他抛弃在田野里 随后就准备离开 机器人还在祈求妈妈带自己回家 表示自己以后会乖乖听话不再捣蛋 但妈妈的态度坚决 哪怕机器人一直在道歉 向妈妈承认自己以前犯过的错 也无济于事 妈妈的眼睛中禽着泪水 但她实在不想再养着它了 因为机器人给自己带来了太多的麻烦 机器人对妈妈穷追不舍 妈妈拉着她叮嘱道 唯有这样机器人才能保全自身 不被伤害 然而机器人丝毫不想松手 她扒着妈妈的肩膀 祈求她再给自己一个机会 做她真正的儿子 但妈妈掰开了她的手 随后将她推倒在地上 妈妈飞速回到了车上 随后就驾车离开了 后视镜中的机器人还在呆呆看着她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从此机器人开始了新的人生 原来妈妈还留下了一个泰迪熊 和她一样是人工智能的 他们一起在夜色中行走 发现一辆货车装载着机器残骸 一股脑都倒在了森林的废墟里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好多残缺的机器人跑到了废墟上 纷纷寻找自己身体缺失的部分 然后安装在自己残缺的部位上 一轮巨大明月缓缓升起 机器人们见状都四处逃窜 原来月亮是一个巨大的飞船 它是来抓机器人的 等到机器人和泰迪醒悟过来 打算逃跑的时候 却一把被大网兜住了 泰迪由于不是机器人 所以被飞船的人员给丢掉了 他跟随飞船来到了机器屠宰场 又被工作人员发现后丢到了垃圾里 机器人被关到了铁笼中 他将要和一堆机器人一起被销毁掉 原来有一部分人类十分仇视机器人 他们专门搜集不要的机器人 放置在舞台中央进行焚烧 观众们对此兴高采烈的狂欢 机器人在恐惧中抓紧了身边男人的手 这个男人是专门设计出来服务女人的 但是他在意外中 被女人的丈夫发现了 所以只能逃出来 又倒霉地被飞船抓住了 和机器人一起被关到了铁笼中 同是天涯沦落人 他们都等待着自己被屠宰销毁的命运 机器人正要被工作人员带着去销毁 只好拉住男人一起受苦 他俩被捆绑在了光板上 工作人员将脑硫酸倒入了桶中 从他们的头顶顺势泼下来 不出所料机器人被弄伤了 他只能大声叫唤不要再烧自己了 随着一缕缕的烟冒出来 他不停地叫唤让观众席变得沉默 原本欢呼雀跃的 他们却开始凝视机器人 从来没有一个机器人如此求生 因为机器人实在太像一个真正的人类了 所以观众们都情不自禁 对他产生了同情心 终于一个女士站了起来 恳求工作人员停止泼洒浓硫酸 放过机器人一命 但工作人员绝不心慈手软 由于机器人的苦苦哀求过于动人 底下的观众都看不下去了 纷纷将物品砸向没良心的老板 这让现场变得鸡飞狗跳的 机器人趁机拉着男人 从混乱的人群中逃离出来 男人得知机器人要找蓝仙女 他知道该怎么找人 于是带着机器人来到了一个电脑前 这个电脑号称万事通 任何人的任何疑问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解决 不过男人却认为这只是一个童话 专门用来哄骗小孩的 所以苦口婆心地对机器人劝说 没必要去找蓝仙女 那根本就不存在 但机器人对蓝仙女有很深的执念 他对此深信不疑 就在男人被追捕时 机器人糊里糊涂地上了直升机 不会开直升机 所以横冲直撞地到处乱撞 这让男人也趁乱登上了直升机 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机器人 来到了蓝仙女所在的地方 这里是被淹没的曼哈顿 由于全球变暖 所以整座城市都已经一片狼藉 他们来到了一幢楼房前 打开大门后的一幕却把机器人惊呆了 因为他看到了数以万计的自己 每个机器人都拥有和自己一样面貌 这让机器人不寒而栗 随后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感到愤怒的机器人举起了武器 把正在活动的机器人打碎 他要毁掉他们 然而发明了他和这些机器人的博士出现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博士不好的剧 由于博士一直在试验机器人 想测验他们究竟能否产生人类的情感 于是将机器人放养了出去 并一直告诉他要回来 机器人终于历经了千辛万苦 也的确产生了和人一般的情感 最终回到了博士的身边 他就是博士研究出的最成功的机器人 但得知了真相的机器人却不想活了 因为他不愿意再当一个冰冷的机器人 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值得寄托的希望了 机器人始终都没能成为妈妈最心爱的宝贝 他在跳水前最后喊了一声妈妈 随后就坠入了海底 然而他却真的见到了男仙女 那就是他一直想实现的梦想 但机器人还没有高兴多久 就被男人给救上岸了 原来男人就要被捉离开了 他最后叮嘱了机器人 就把他塞入了直升机里 机器人来到了直升机内 就按了下沉剑来到了海底 再次看清了男仙女的面目 原来它是一个废弃公园的雕像 机器人仍然相信童话的力量 他虔诚地祈祷 希望男仙女可以把自己变成真人 但男仙女并没有法力 自然也不会把她变成真人 直到天气变得严寒起来 整个海水都被冻结了 机器人只能和直升机一起被冻住 不过在2000年后 人类真的灭绝了 机器人仍占领了地球 他们驾着飞船来到了海底 发现了被冰封的机器人 当机器人被唤醒后 还带着冰茬子的他走向男仙女 就在他触碰到男仙女的那一刻 男仙女却脆弱地坍塌碎裂了 看着眼前破碎的一幕 机器人感到无比的心痛 他一直以来的幻想终于碎了 机器人也检验了机器人的回忆 他们发现机器人竟然有人类的情感 都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随后机器人假造出了一个男仙女 好让心碎的机器人 重新拾起对生活的希望 继续向他许愿 机器人的梦想始终只有一个 那就是回到妈妈的身边 当一个真正的人类小机器人 这让男仙女也感到为难 因为人类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是泰迪却拿出了妈妈的头发 原来机器人曾经剪断过妈妈的头发 妈妈因为自己的儿子马丁身患重症 担心没有孩子在身边的他 领养了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 起初他并不习惯机器人 想把他关在衣柜中自生自灭 没想到再次打开衣柜 机器人却一脸天真的望着自己 问他是不是在和自己玩捉迷藏 无奈之下妈妈只好带着机器人吃饭 机器人也开始模仿家人的一举一动 努力让自己被父母喜欢 父母也的确被他天真可爱的模样逗乐了 妈妈甚至给他赌起了睡前读 在童话中就有一个蓝仙女 可以实现孩子的愿望 但机器人被真正的唤醒后 却没能得到妈妈真正的爱 因为他自己的儿子已经奇迹般苏醒了 这是马丁 这是我的儿 妈妈回心转意继续关爱马丁 他不再顾及机器人的感受 马丁见到家中多了一个替代品 显然不怀好意 他只是把机器人和泰迪当成了新的玩具 还经常捉弄机器人 他在饭桌上挑衅机器人 故意给他看自己吃的饭菜 让机器人不甘示弱地吞下饭 却直接短路死机了 然而在做手术的机器人 却反过来安慰起妈妈 不要担心自己 马丁见状很不乐意 自己的妈妈怎么能让给机器人 于是他心生一计 打算把机器人彻底断送 他让机器人去剪断妈妈的头发 就能获得妈妈真正的爱 机器人天真的相信了他的话 于是在夜晚 机器人偷偷来到妈妈身边 他拿起剪刀准备下手 妈妈却突然被惊醒了 爸爸也猛然跳了起来 直接拽住机器人大声骂他 这样做是要把妈妈置于死地 虽然妈妈表示机器人只是贪婪 没有真正的恶意 但爸爸认为机器人终究不是人类 这样一个祸害随时都可能伤害家人 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机器人用剪刀时 的确剪下来了一缕头发 泰迪剪了起来 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留在泰迪的手中 他拿出了妈妈的头发 这能够让机器人复活人类 但他只能存活一天 不过机器人执着地想要见到妈妈 真正拥有妈妈对自己的爱 在这一天机器人真正成为了妈妈的儿子 这是机器人最快乐的一天 因为妈妈不仅陪他玩耍 给他过生日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妈妈一心一意只爱着他一个小孩 机器人流下了眼泪 哪怕知道这一切即将结束 泰迪安静地坐在床边 守护着机器人的梦想 男人在新闻联播上痛斥美国总统 兰德的激烈反应明显吓到了主持人 因为一颗巨型彗星朝地球飞来 预计半年后就会毁灭全人类 天文学家兰德和他的学生凯特 准备将这一消息汇报给总统 如果出动人力将彗星诈骗轨道 那么就有可能拯救地球 兰德唾沫横飞地预告彗星撞地球 效果相当于11颗广岛原子弹 但总统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支持率 丝毫不在乎两个天文学家的汇报 面对总统的不作为和不以为意 兰德才情绪失控地吼叫 企图唤醒娱乐至死的大众们 但他强调慧星会毁灭全人类后 男主持还调侃道 希望慧星能撞毁他前妻的家 女主持在一旁捧跟 凯特被他们满不在乎的态度激怒了 但是娱乐至死的大众 只是把他愤怒的表情 做成了搞怪的表情包 两个天文学家的严肃和努力 都成为了网民们的笑料 美国总统也笑着表示无所谓 他对世界末日的到来不以为意 由于世界末日撞上选举日 他还吐槽这会心真不会挑时机 直到总统的丑闻被曝光了 他的支持率大不如前 所以把天文学家又绑了回来 FBI以凯特泄露国家机密为由逮捕他 将他带到了办公室 如果将惠星状地球渲染成大灾难 再凭借他的能力阻止了这场灾难 那么他的拥躬一定会变多 支持率也会大大提升 没多久他就发表了演讲 他装模作样地准备大手笔 让航天局和军队都整装待发 好拯救全人类 虽然天文学家指出 这件事应该通过远程技术来完成 但是总统深知民众需要救世主的形象 好凝聚民心 支撑起政府的形象 这正是公关要做的必要流程 但这位被挑选出来当救世主的大哥 是个种族歧视者 他在飞船上时还管不住自己的嘴 抹黑黑人和硬地安人 在火箭发射的这天 举世都在关注着这个大事件 可谓是盛况空前 在欢呼声中 火箭承载着救世主的任务 飞入太空以拯救人类文明 不过大众还是不会拘安思危 只是一再恶搞火箭发射的动土 仿佛只有娱乐才是最重要的事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火箭被半路拦截 掉了个头返回来了 因为有个资本家发现 会心上有珍贵且丰富的矿物质 都是可以用来制成高科技的稀土 不用白不用 这样的宝藏不应该轻易被赶走 否则也拿不出什么资源 来和中国的崛起抗衡 所以他准备了另一个计划 那就是利用无人机来炸会心 将原本体积很大的彗星 炸成很多的小彗星 只要这些小彗星能够着陆 那么就可以利用彗星上的稀土 但是这样的计划 就像是随口胡编的大话一样 难得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群人怕不是有病 一个个都把灾难荡而洗 凯特也忍不住怒火 对资本家提出的离谱计划 暴躁地痛骂了一顿 将这个离谱计划在酒吧公致于众 听闻这一消息的民众 意识到政府打算放弃他们 任由世界末日的到来 因此他们也不管条条框框 开始疯狂地灵源购 到处偷拐抢骗 能做的坏事全都做尽了 一时间大街上都乱了套 兰德也改变了原来好说话的嘴脸 变得愤世急俗起来 求人不如求解 兰德打算再次上节目 强调会心壮地球的消息 再次上节目时 节目编导还叮嘱他 要尽量把会心壮地球 说得轻松有趣写 好配合娱乐节目的 轻松搞笑氛围 但他们的汇报 还不如娱乐八卦 当红女歌手和前男友 为了流量 在节目上云求婚 引得节目的收视率爆表 就在这天晚上 会心不详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夜幕中 它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 在这个危机关头 所有人都警觉了起来 舆论立即分为了两派 两派人士互相对骂 吵得不可开交 不亦乐乎 一派人士认同天文学家的观点 将会心的到来视为危险 他们必须抬头看到会心的存在 只是危机降临的事实 兰德越来越大胆 平凡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他从一开始的全民公敌 成为了人人追捧的网红 在电视镜头前 他显得如鱼得水 侃侃而谈 另一派人士则认同总统的看法 那就是当一只鸵鸟 无视会心的存在 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 他们的口号是不要抬头 在危机关头 兰德和凯特还邀请歌手开演唱会 为的是聚集更多的民众支持他们 难以置信的是政治和娱乐混为一谈 反倒显得不伦不类 就在这两派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监控室内也在热火朝天的实行计划 没有一个无人机能完成任务 资本家本想实施的无人机计划 彻底失败了 总统吓得嘴都喝不辱 离谱的妄想本就如儿戏一般 但资本家早就准备好了诺亚方舟 他在这总统 乘上飞船逃之夭夭 丝毫不管剩下的人死活 资本家和政治家自私的嘴脸 被揭露得淋漓尽致 兰德和凯特也放弃了呼吁 选择躺平 人们意识到自己命不久矣 要么在俱乐部纵情狂欢 要么选择和家人在一起 兰德和凯特就回到了家中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享受最后的晚餐 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 随着彗星离地球越来越近 餐桌上的酒杯都在晃动 墙体也开始碎裂 不过在轻狂好友们的陪伴下 大家总归还能有个依靠 不至于形单隐之 失魂落魄 当彗星撞向地球 地球上的人们 在不同意识间的世界各地 都目睹着这颗巨型的火球 以不可抵挡的速度飞行 在一瞬间内 一切事物都灰飞湮灭了 只剩下碎石和残留物 在宇宙中漫无目的地晃荡 在宇宙的另一边 当资本家和总统带着富人们 来到了其他的星球上时 他们也因为没有生存技能 被外星生物给生吞了 至于被总统遗忘的傻儿子 还孤单地遗留在地球上 遇到事情不慌张 先拍张照片发朋友圈 从最开始 兰德和凯特发现了危机 就及时地通知了上层 他们想要引起总统的重视 以阻止会星撞地球 却最终都被娱乐消解掉了 娱乐将沉重且残酷的现实 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真是不可理喻 娱乐解构了一切 让人们将灾难视作而行 对科学毫无敬畏之心 民众的愚昧无知 政客的虚伪嘴脸 媒体的娱乐致死 没有人肯为未来全人类的命运负责 没有人当仁不让地站出来 都将一切推向了不可挽救的结局 虽然吹哨人的呼吁的确很勇敢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 他们没有能力阻止会星撞地球 只能预测和告知普罗大众 直到眼睁睁地看着会星逼近地球 他们的做法 也只是在舆论发酵的情况下 为自己的派别争取人气 最终躺平自嘲 男人携带围巾药物上飞机 他被安检要求没收药物 男人情绪激动地拿出刀 威胁安检退后 但他说的俄罗斯语让美国人听不懂 安检员差点就要拔枪将他杀了 幸好维克多阻止了安检员开枪 他用俄罗斯语和男人沟通 让男人乖乖放下了刀 男人却突然跪了下来向安检员求情 原来那些药物是他买给父亲治病的 但铁律无情 他必须得把药物留下来并离开 男人不愿意只能被没收刀具和药物 随后就被押送走了 但维克多心疼他 所以故意说自己翻译错了 那些药物是男人买给山羊吃的 但安检员识破了他的谎言 把哭闹的男人拉走 但男人随即改口称 药就是买给山羊的 让安检员终于相信了他 男人喜极而泣地拿回了药 高兴地亲了维克多的额头表示感谢 但安检员却压着维克多的后警质问他 虽然维克多被安检员憎恨 但机场的工作人员都因此对他刮目相看 因为他救助了弱小无助的人 几个月前他也曾是一个弱小无助的旅客 维克多看到新闻播放自己祖国发生动乱 变得生灵涂炭不堪入目 他在异国他乡的机场中忍不住哭泣起来 维克多得知自己的签证作废了 只能滞留在机场 他在废弃的登机口熟睡过去 在人来人往的卫生间中洗澡 穿着睡袍在机场中走来走去 每天他都会去签证中心问询 但每一次得到的回答都是拒绝 工作人员在监控中看到他邋遢的样子 认为他会影响机场的形象管理 所以想把他赶走 于是怂恿他可以在门卫不在时逃走 但维克多发现监控一直在追踪他 所以故意躲了起来 没想到维克多直接对着监控器示威 表示自己就要等到签证发了才肯走 接着他找到了一份临时工 将没人用的行李推车推到归还处 就可以有钱赚 他就不用再吃剩下的罐头了 维克多还要解决语言的沟通问题 由于他的英语说得很撇脚 所以得学好英语 但工作人员又要给他设陷阱 将推车的工作安排给别人做 剥夺了他的谋生之路 维克多只好吃饼干维持存活 不过灰心丧气的他也有别样的机遇 他遇见了一个面熟的女人 原来之前在他踩着高跟鞋摔倒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帮助他 只有维克多出手相助 他搀扶着狼狈的女人坐好 但女人急着要去赶飞机 还得维持空姐的形象 即使高跟鞋的鞋跟都断了 也得踮起脚跟走路 接着一个老男人来接走了他 这一回空姐在打电话被维克多看见了 他走上前偷听他的谈话内容 才得知他一直在做老男人的情人 为了见到他空姐还倒了半 却被老男人以陪妻子的理由拒绝见面 挂断电话后的空姐开始抽起 维克多递给他一张纸巾安慰他 随后就假装拿起了电话拨通号码 但他只是在偷听他讲话 空姐不受控制地开始暴走 大骂男人都是骗子 维克多赶紧提醒他小心摔跤 毕竟上一回他才在相同的地方跌跤 女人忍不住发泄自己的委屈 维克多耐心地安抚他的情绪 随后两人便结为了朋友 只是维克多对他隐瞒了真实身份 谎称自己是建筑师 女人邀请他一起吃饭 但他身无分文还无法出机场 无奈之下只好拒绝了他 在询问服务员一顿饭的价钱后 维克多就有了赚钱的动力 为了能和喜欢的女人吃一顿饭 但是由于维克多没有正式身份 机场中的工作岗位都无法聘用他 心灰意冷的他在废旧的登机口 发现了一面墙 于是打算自己绘制设计墙纸 第二天一早他就打工造成了 前来装修墙面敌包工头 发现了他的天赋 认为他是个可以招聘的人才 于是维克多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 他也乐在其中 不过好景不长 工作人员的上级要来视察 检查机场的各项工作 一想到还有个不省事的维克多 工作人员务必不能让上级看到他 他居然非法把维克多给囚禁了起来 当上级来巡查的时候 工作人员正在为检查出维京物品而得意 下一秒就发现大事不妙了 原来就是带了维京药物的旅客闹事 还是维克多出面才救了他一面 从此维克多的事迹也被机场的服务生们熟知 大家都对他心生敬佩 一个红衣男子见到他每天去签证中心 于是找到他想做个交易 原来红衣男子暗恋签证员 想让维克多帮自己多了解点他的兴趣爱好 作为交易他会带给维克多吃的食物 维克多一口答应下来 每天去签证中心时就问他一些问题 在吃晚饭的时候 维克多就会把获取的消息告诉红衣男子 红衣男子高兴地手舞足蹈 一来二去 他和维克多也成为了好朋友 签证员意识到有人在指使维克多做事 于是问他到底是谁 维克多如是告诉了他另有其人 但没有点破红衣男子的身份 就在他吃饭的时候 维克多的传呼饥响了 这很可能是通知他签证可以办理了 于是他紧赶慢赶来到了办公室 但没想到的是工作人员还想把他赶走 原来他可以帮维克多申请离开机场 只要他惧怕回到自己的祖国 但没想到维克多一点都不怕 看来他真是油烟不尽 哪怕工作人员给他出谋划策也不会采满 维克多大惑不解 因为那毕竟是他自己的故乡 即使被狂轰烂炸 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工作人员无话可说了 这样他也没办法让他离开机场去纽约 毕竟在一开始他就不想让维克多好好离开 在美国的肯尼迪机场 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旅客经过此地 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总有不经意的惊喜 维克多最初在这里落地后 准备办理入境手续 却被工作人员拦截了 由于他是一个东欧人 英语讲得并不利索 所以只能用铁角的英语沟通 原来他的祖国发生了政变 在惨烈的情况之下 维克多的祖国已经变成一团糟 他听着翻译告知的情况并没有明白 于是工作人员把薯片比作他的祖国 再用一个苹果使劲锤爆了薯片 薯片直接溅到了他的身上 工作人员尽量让他明白祖国的变化 由于边境都被封锁了起来 维克多的出国签证也作废了 没想到一下飞机就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公民 维克多真是太倒霉了 在一系列的变故和证件作废的情况下 维克多只能成为一个无法被接受的人 他就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猫一样 但他显然还因为语言不同 无法认清事实 哪怕工作人员再三强调 直到他被安排到机场的大厅 才看到新闻上祖国的相关新闻 眼看自己的祖国变得生灵涂炭 他无法忍受地哭泣起来 但他却无能为力 维克多感到非常害怕 着急想打电话回家 但是他身处异国他乡 也不会使用跨国的电话卡 他向旁人求助 却没有人愿意帮助他 无奈之下 维克多只好接受了滞留机场的安排 他灰心丧气地留在这里 却因为空姐的出现而改变了状态 这天他决定给下了飞机的空姐一个惊喜 于是准备了一个烛光午餐 好让空姐和自己有约会的机会 终于和空姐说明自己的心意后 他们一起把传呼机扔了出去 维克多成功和空姐开始了约会 同时也帮红衣男子准备礼物 只见维克多将结婚戒指交给了签证员 签证员和红衣男子结为良缘 但维克多和空姐的感情经历较为坎坷 首先工作人员告诉了空姐真相 即维克多只是一个滞留机场的旅客罢 空姐因此也不再信任他 反倒对维克多发脾气 直到维克多拿出了他精心准备的喷泉礼物 让空姐大吃一惊 毕竟没人男人能用心做出这么浪漫的物品 这让他心动不已 随后维克多和他坦白了一切 也让空姐备受感动 第二天一早维克多就得知了好消息 他的祖国停止了动乱 维克多和朋友们庆祝起来 但空姐却离他远去 他的情人回来找他了 也许这就是命运 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去纽约 完成父亲的遗愿时 所有人都在帮助他 经过了九个月 他终于走出了机场 他坐上了出租车奔向爵士酒吧 找到了爵士乐手 得到了他的签名后 也就集齐了父亲的签名遗愿 他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能够迈向新的起点 这不一定是磨难的结束 但一定是幸福的终点站 女魔头还没踏入公司 他的助理就会慌张地敲响警钟 文风丧胆的员工们就会开始梳妆 整理桌面并扔掉没吃完的早餐 手忙脚乱地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些 这个一头白发 打扮时髦且狂拽酷炫的女人 就是著名时尚杂志的女魔头 由于女魔头的冷酷与权威 她的员工们都对她颇为敬畏 她总会对助理提出离谱到逆天的要求 比如在凌晨六点就打电话给助理 用机关枪的语速说出一箩筐命令 没等助理记下来 她就不耐烦地挂断电话了 女魔头每次一来公司就会把衣服丢到助理的桌上 然后开始布置一堆任务 助理只好一一接受并适应 她还会让助理在罗琳还没出版书之前 就拿到哈利波特的新手稿 寄给她的女儿看 每个员工提起女魔头都谈虎色变 但每个有时尚梦想的女孩都渴望来到她手下工作 因为女魔头是时尚圈的风向标 人们都以在她手下工作过为荣 这会成为相当不错的履历 不论在跳槽到哪家杂志公司 都会被人刮目相看 所以女魔头的助理岗位就是金饭碗 但是在这个助理来面试时 女魔头却第一次被震惊了 因为助理不但没听过她的鼎鼎大门 还对时尚一无所知 然而这样的菜鸟却被女魔头雇佣了 原因是她有着漂亮的简历 女魔头期待她有不同于花瓶的聪明机敏 就这样 助理拿到了这份很多女孩都梦寐以求的工作 女魔头在暴风雨天打电话给助理 要求她立马给自己安排好航班 眼看外面电闪雷鸣 大树都要被刮倒 助理上哪里去找能坐的飞机 当地的机场早就因为天气原因暂停运营 难道要去请战斗机来接女魔头 无奈之下 助理只好打爆了能打的电话 但仍然一无所获 虽然助理没有被炒鱿鱼 但她免不了要遭受女魔头的白眼 还得遭受同事们嫌弃的目光 因为助理是个打扮普通的土包子 看不懂时尚圈的装饰 她看着女魔头为两条类似的腰带琢磨半天 忍不住笑出了声 引起了众人的注视 助理呆愣了一会儿 才发现自己闯祸了 女魔头对她态度感到非常不满 并极其犀利地嘲讽了她一番 才暂时放过了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助理因为没有完成女魔头的任务 女魔头给她来了个下马威 助理感到非常委屈 但女魔头警告她 再不做好事情就卷铺盖走人 多的是女孩想要这份工作 女魔头不会雇佣愚蠢的女孩 希望助理好自为之 助理显然被女魔头的话伤到了 她的眼眶含着泪倾诉的 但女魔头不耐烦地打断了她 助理感到灰心丧气 于是找到光头诉说委屈 但光头并不吃这套 接着光头向助理讲清楚了现实状况 女魔头所经营的公司是时尚圈的领头羊 这是多少女孩心目中的灯塔 要为了热爱与梦想奋斗 而不是看到眼前的一地鸡毛 助理希望能找到工作的动力与热情 恳求光头帮她准备些时髦衣物 好给她打扮打扮 果然没有让助理失望 光头带给了她丰富的时尚单品 穿着刀翅一番后 助理成为了体面漂亮的大美女 让曾经嫌弃她土包子的同事 都目瞪口呆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同事和女魔头都对她刮目相看 随着助理的业务能力越来越娴熟 剥夺的不剩多少 助理没法很好地陪在男朋友身边 和她的朋友们也渐行渐远 助理因为陪同女魔头出行 见识了时尚圈有多么的光鲜亮丽 她也在接触更加广阔的朋友圈 结识了很多名人朋友 助理在宴会上认识了一个作家 作家在她忙得不可开交时 经常会帮她一把 这让二人渐渐产生了情愫 但助理还是放不下男朋友 直到男朋友的生日那天 助理仍然选择在外工作到很晚 才回家给男朋友庆生 眼看男朋友生气了 助理对她表示抱歉 但男朋友已经不相信助理了 只是淡然地转身离开 随后助理的同事遭遇了车祸 只能待在病床上休养生息 于是女魔头将本应该属于同事的机会 给了助理 当同事得知助理要代替自己 陪同女魔头去巴黎时装周 她再也忍受不了了 同事抱怨着不公平 认为助理不应该得到那些名牌衣服 那些本不属于她这个土包子 而且助理还不控制饮食 这让本就刻苦瘦身的同事 对于备受女魔头亲爱的助理 感到无比嫉妒 就这样 助理拿到了巴黎时装周的入场券 奔赴一场绚丽多彩的宴会 看着名魔在舞台上走秀 助理也对着高端大气上荡次的宴会 感到心生澎湃 人前光鲜人后受罪 助理看到女魔头素面朝天的憔悴模样 不由得有些心疼她 女魔头第一次这样敞开心扉 说出了自己不顺的婚姻 操心女儿的未来 还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落寞 这些都与她在外光鲜亮丽的样子 截然相反 在她手下做事的员工都敬畏她 在女魔头手下做了很久的光头 也终于得到了她的举荐 去到梦寐以求的大厂 光头激动地和助理分享这份喜悦 也许这就是这份工作的意义之一吧 虽然员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地做事 但至少女魔头在业内的名声响亮 即使离职了也能得到相当不错的履历 不过女魔头的事业却在走下坡路 助理从作家的口中得知 时尚杂志的老板打算换掉女魔头 因为女魔头的薪水太高了 但在老板的眼中 只有雇佣性价比够高的主编 才算做好了生意 助理为女魔头感到不公平 于是助理慌里慌张地要汇报给女魔头 但女魔头有自己的失望 听都不听就挂断了电话 助理火急火燎地跑到会场告诉她 但女魔头是经过大风大浪的女强人 哪里会被这点事吓到 她早就知道了自己会被解聘 还宣布了光头将要应聘的职位 有另一个主编来替代她 光头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但也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在离开会场的路上 女魔头开启了话题 江还是老的辣 原来女魔头熟知职场的风向 她预判了老板的预判 在老板下达解雇她的消息时 她就给出了一份名单 上面有着她一手栽培的员工 如果女魔头不在了 那么这些优秀的员工也会离职 这样老板就会得不偿失 女魔头宁可卖掉一个光头 也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虽然这样的做法不够道德 但职场上的腥风血雨 女魔头都要亲自扛下 她还反驳了助理的看法 因为她认为助理也是同道中人 助理在工作上手后 就慢慢挤掉了同事的位置 成为女魔头最信赖的助理 虽然助理嘴上说着她没得选 但女魔头还是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她 在看似被迫的加班和随时待命中 助理成为了内卷王 女魔头认为助理和她一样有野心 是会不断向上爬的人 但是助理竭力证明自己并非如此 进入时尚圈只是意外 并不是自己的初心 然而女魔头直接否认了助理的说辞 认为她在狡辩 因为时尚圈的光鲜亮丽 是每个人都渴求的 说完 女魔头就戴上了墨镜 露出了标准的假笑 打开车门 迎接绚烂的闪光灯 还有无尽的掌声 看着女魔头淹没在闪光灯中 助理却醒悟了 这样的浮华永远不是自己想要的 她也无法在残酷的职场中 做到像女魔头这样如鱼得水 助理扭头离开了 女魔头找不到他人 拨通了助理电话 但助理非常潇洒 他笑了笑 洒脱地将手机扔进了水石中 扬长而去 很快 助理就找到了新的工作 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报社 助理再也不用刻意打扮自己 他穿得随性自然 只要干净整洁就好 他在面试中被问到 为何在前公司只待了那么短的时间 助理尴尬地笑笑 说自己搞砸了事情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 女魔头竟然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正当助理以为自己就要被大批特批时 却听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话 看来助理是百分百能认职了 他笑容满面地从报社出来 将以前的名牌衣服全都邮寄给了同事 同事虽然嘴硬 但还是撇着嘴接受了他的好意 在路上 助理偶遇了女魔头 看着他依旧英姿飒爽的模样 助理冰释前嫌 向他打了个招呼 女魔头一脸冷酷地不搭理他 自顾自递上了车 看到助理从旁边走过 女魔头却卸下了面具 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想必他也在助理的身上 看到了不一样的人生 那是朴实无华的 没有名声与地位加持 但却不需要牺牲生活 不会没有时间经营婚姻和家庭 助理在即将走上事业巅峰的关键时刻 选择了放弃 不再被时尚圈的浮华裹挟 而是遵从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想要抗拒虚荣本就是一件难事 认清自己更是复杂 但助理恰恰认识到回归自我 才能掌握能量 不被女魔头夺取灵魂 飞机突然遭到鸟群袭击 机窗发出巨大的暴力声 两侧的引擎熄火 发动机无法运行 乘客们也明显感受到强烈颠簸 坠坠不安 机长明白大事不妙 他发动点火 却怎么也点不然 他意识到发动机出问题了 随后立马打开了辅助动力设备 使本来黑暗的机舱内明亮起来 空乘人员努力安抚人心 提醒乘客们将自身的安全带系好 不要恐慌 这是平时飞机都会遇到的气流 机长也命令副驾拿出救命的手册 让他找找解决方案 同时机长开始呼叫塔台 和他们说明飞机的危险情况 以寻求支援 塔台人员的支援工作刻不容缓 只见他命令所有飞机停飞 以协助机长所在的1549客机返航 但是机长心里有预感 他们不可能正常降落了 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 迫降在河道中 虽然附近也有机场可以降落 但是此时这架飞机的飞行高度 已经不可能有更多的操作空间了 机长用无比沉稳的声音 要求全体乘客做出安全动作 乘客们毫无意外慌乱起来 随着乘务人员的齐声呐喊 乘客们也按照命令完成了动作 在这个危机关头 虽然塔台希望他们就近将落在机场 但是机长坚定地认为 现在唯一的安全方式 就是紧急迫降在哈德逊河了 哪怕水上迫降的成功率不到1% 他也必须孤注一掷 将自己的责任感和命运堵上 这是他作为这么多年的老机长 得出来的飞行经验 就在这时 塔台已经无法和1549客机再联系了 哪怕塔台不停地在呼叫机长 也无济于事 塔台人员都急出了眼泪 随着飞机的高度不断下降 乘客们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纷纷祈祷平安落地 有人用最后的时间 对挚爱告白 有人则惊慌失措 抱过哭闹着的孩子 但空城人员不能放任自己的慌张 一直在提醒大家 机长则强行镇定自己 他必须操纵飞机 调整好入水的脚步和姿势 在飞机异常地在空中飞行时 有不少人都目睹了他 穿过林立的高楼大厦 几乎就要撞毁高楼 却都巧妙地避开了 眼看朝着哈德逊和飞去 随着一分一秒过去 飞机就要接触到河水的表面 在这种关键时刻 不能让飞机的机翼或机头先落水 否则就会让飞机解体 随着一声轰鸣巨响 飞机终于破降在河面上 它滑行了很远 这是一场非常完美的水上破降 飞机不仅没有解体 而且所有的乘客和机组人员 全都安全无恙 唯有空城人员受到小伤摩擦 机长背负着责任心 来到客舱让乘客们有序撤离 复驾还在驾驶舱内系着安全带 他惊魂未定 完全没想到自己刚刚经历了这么大的意外 竟然还能安全破降 可见机长的心理素质之高 处理意外的速度之快 令人赞叹 这也成为空难史上的一大奇迹 堪称最伟大的水上破降 空城人员不顾自己的伤口 急忙让乘客们有序撤离 因为机舱外面的河水 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要慢过飞机 留给飞机上人们的时间不多了 在前面的机门打开后 安全逃生的滑梯也展开了 不少乘客想要争夺早点逃离的机会 都起身站到了飞机的机翼上 他们还惊魂未定 机长拿着毛毯 让离开的乘客带上预寒 因为此时正是寒冬 所以寒冷的天气 也加大了人们逃生的难度 不像在夏天 落入水中还能扑腾几下 现在落水几分钟 只会被冻僵到毫无知觉 幸运的是 就在离飞机不远的地方 有一艘轮船上的船长 发现了飞机在水上迫降 船长一边呼叫请求支援 一边加大马力 将轮船赶到飞机身边 很快 不少附近的轮船 都听到了支援飞机的消息 纷纷赶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大家都星系机组人员 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 也接到命令来到了河上 就在所有的乘客都顺利被营救后 机长却落在了最后面 他是挽救这场意外的英雄 却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 负责店后 他奋力跨过急腰的冰水 在飞机内反复确认一件事 那就是是否还有乘客留在飞机上 直到确认没有乘客滞留 机长才安心地撤离 在最后紧急的关头 很难想象 竟然在短短20分钟内 就有一千多人被成功营救 可以说不仅是机组人员的负责 挽救了所有人的生命 更是参与到这项支援任务中的人们 都付出了他们的努力和爱心 才让乘客们得以安全上岸 获救的乘客欣喜易于言表 在飞机遭到鸟群袭击 到机长决定在水上迫降 只是短短200秒的时间 但归功于机长的灵机应变 将空难意外扭转为迫降奇迹 不出意外 新闻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该事件 机长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应接不暇的闪光灯和记者 几乎要把机长给淹没 他被人们称为英雄机长 但王冠沉重的重量背后 还有深不可测的诋毁 机长也追追不安起来 果然 飞机的事故调查组来找机长麻烦了 根据现有的飞机数据显示 因为他们认为机长有一定责任 承担飞机的意外迫降 由于飞机在遭遇鸟群袭击后 仍然有左边引擎在运转 这说明飞机完全有足够的动力 回到附近的机场迫降 也就是最初塔台人员要求机长做的 但机长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也顺利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 然而这样的抉择 实际上却被事故调查组的人员认为 机长做的是错误判断 因为飞机在水上迫降的危险 远远大于在机场降落 如果出现意外 是机长根本负担不起的 面对调查组人员的刁难 机长和副驾都当场反驳了他们 因为那是在飞机快要坠毁的关头 机长所能做到的 最完美且最力所能及的抉择 但调查组人员不依不脑 认为机长很可能有隐藏的心理疾病 不应该影响到工作上 更何况是在意外降临时 他更不可能意气用事 不过调查组人员继续质询 表示在模拟飞行事故时 完全可以以相同的参数 让飞机安全返回附近机场降落 这一质询让机长也有点动摇了 因为参数是可靠且精准的 自己的抉择是否真的正确 这让机长回忆起在飞机上的感受 以他的经验来讲 如果飞机强行飞越高楼大厦 执意飞往机场方向降落 极有可能撞上高楼大厦导致灾难 在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 机长一遍又一遍地整理脑海中的思绪 想琢磨出事故以及参数的蹊跷之处 这也勾起了机长年少时的回忆 他对飞行的热爱由来已久 在教练的指导下 他总是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有一次他的驾驶舱甚至冒了黑烟 他都能淡定地继续驾驶 通过提升高度来维持飞行 最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地面上 可见机长从少年时代 就有着过人的灵机应变能力 可以处理好危急的难关 眯着眼看新闻的机长 显然听到了让他灵机一动的内容 那就是他要把握时机 于是他打电话给朋友 希望朋友能够将模拟飞行的测试 放在听证会之前 机长想通过这个机会 弄清楚人类和机器的区别 哪怕机器在如何万无一失 也和人类本质上不同 如果证实他在水上迫降的判断是错误的 那么机长将结束自己的飞行生涯 就在听证会那天 机长如愿以偿地提前了模拟飞行测试 在同样的参数和情况下 两位驾驶员按照事先的要求 将飞机安全地降落在了机场 接着第二组的驾驶员 也得到了相同的降落结果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机长则不慌不忙 不卑不亢地面对调查组人员的刁难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那就是测试排除了人类自身的因素 在危机关头 不是机器在做出反应 而是坐在驾驶舱内 两个活生生的人在紧急做出判断 机长和副驾不仅跳过了手册的指示 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迫降流程 在短短200秒内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分析和决策更优解 机长争取到了人类自身的反应时间 是35秒 让驾驶员再次模拟飞行测试 但是很明显 这样飞行的高度太低了 失败显而易见 调查组人员也失去了原先的气势 不那么嚣张了 接着又播放了当时意外发生的录音 随着机长冷静沉着地做出一系列操作 原本机长想要返回机场的想法 也因为直觉地预判作废 正因为无法办到 所以才被迫在哈德逊河降落 很显然机长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副驾和机长听完录音后 仿佛又经历了一遍现场 他们对彼此都心怀敬佩 因为他们共同度过了凶险的局势 于是调查组的人员也扭转了态度 从百般刁难 变成了心生敬佩 机长的清白终于被证明 但他不被信任的曾经 也令人寒信 拥有这么多年驾驶经验的他 成功在水上迫降后 还要遭到那么多的质疑 实在是一种讽刺 但好在一切终究有了完满的结局 伟大不应该被磨灭 而应该被尊重 机长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 还得拥有一颗责任心 和强大冷静的头脑 才能够在意外发生时 安全将机组人员送回陆地 男人以鞭打女奴为乐 他会鞭打在女奴的身体上 女奴疼得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浑身颤抖起来 姜哥认出变态曾打过自己的妻子 他一枪毙了变态 一个白人赶来就要掏枪对准姜哥 姜哥拿起鞭子就往他的身上抽打 鞭打够了就枪杀 这一幕让黑奴们大为震惊 因为当时黑人都是下等人 被白人使唤 从来没有黑人把白人给杀了 随后一名赏金猎人赶来 他二话不说就向远处开枪 骑马的通鸡犯应声倒地 鲜血都溅到了黑奴种植的棉花上 接着赏金猎人向庄园主老头解释 这几个被杀的都是通鸡犯 他和姜哥是在为民除害 然后就拖着几具尸体扬巢而去 就在黑白双煞半路休息时 老头却带着手下打算偷袭他们 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庄园放肆撒野 还任由一个黑人对白人开了枪 真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随着老头的一声令下 带着白色头套的手下们纷纷进攻 却没有人找到赏金猎人和姜哥 但赏金猎人早就预料老头会来算账 于是藏好后扣响了枪 马车上埋伏好的炸药就爆炸了 围在马车周围的老头手下全军覆怒 原来这是一出空城计 随后赏金猎人把枪给了姜哥 让他顺手把老头也解决了 他们二人一起经历过了生死 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起来 随着赏金猎人的指导 姜哥的枪法也越来越好 是个宝贵的可塑之财 原来在南北战争前夕 黑人还是被白人奴役的对象 黑人姜哥也是带着脚料的一员 他们即将被贩卖到远方 只能带着脚料日夜兼程 好暗时抵达贩卖市场 就在这时 有个马车乘着夜色迎面走来 马车上面还有个巨大的牙齿 果不其然 马车主人就是个牙医 不过他并不是来买黑奴的 而是因为一个案件 急需一个目击者证人 姜哥站了出来 表明自己是目击者 贩子看到他俩密切的对话 以为在密谋什么大事 警惕地端起了枪 别看牙医软弱无力 但他才是真正的王者 还没等贩子开枪 他就已经将它们解决了 真是干净利落 黑人们都吓呆了 不知所措 随后牙医帮姜哥打开了脚链 而且替他换好了贩子的衣物 以便逃跑 现在他是自由身了 当姜哥驾着马车 来到了小镇上时 白人都对此感到很新奇 因为在那个时代 黑人几乎都是奴隶 下等人是不能当马车夫 或者拥有一辆马车的 在众目睽睽下 姜哥和牙医一起来到了酒吧 不出所料 当酒吧老板见到黑皮肤的姜哥时 直接没有好气地要把他赶出去 由此可见 牙医对黑人的平等和友好 在当时算是极其罕见了 不过牙医也不是好惹的祸 将酒吧老板给轰了出去 反客为主 还招呼不知所措的姜哥休息 接着他自曝身份 说明赏金猎人才是他的真实职业 说白了就是追捕通缉犯 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拿去换钱 这样一想 他好像也是匡扶正义的一份子 至于他询问姜哥的案件主角 正是最近他要捉拿的对象 姜哥曾在这三个坏蛋手下做事 如果他能够协助牙医办事 那么日后发财他也有一份 正聊得欢时 酒吧老板已经叫来了警长 要好好质询一下这两个人 没想到牙医不但没有亮明身份 以赏金猎人的名头自保 还直接把警长给解决掉了 这下可把当地的制服人员惹恼了 他们人多势众 个个都人高马大的 还带着武器 要围剿牙医和姜哥 牙医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这点小事难不倒他 只见他和姜哥举起双手投降 走出了酒吧 随后他却拿出了警长的通缉令 表示他应该拿到奖金 而不是成见 于是制服人员只好把他们放走了 姜哥表明自己想要去找妻子 因为他们一起出头 但妻子却被抓了回去 为了拆散这对苦命鸳鸯 主人决定将他们分开来卖掉 不过在救赎妻子前 还是得先帮牙医找到通缉犯 他们来到一处庄园 这里的主人是个老头 他们假借买女奴的借口 向女奴打听情况 很快姜哥就锁定了目标 他曾经也鞭打过姜哥妻子 随后他就和牙医 以赏金猎人的身份 痛快地报仇血恨了 接着黑白双煞来到了一个小镇上 发现了一单黑奴的贩卖记录 牙医锁定了目标 姜哥的妻子应该就在那座庄园 想出一个计划 他假扮土豪 让姜哥当奴隶贩子 来买黑人决斗室 供给白人赏玩 也就能顺理成章地 把姜哥的妻子买下来 他们来到了庄园主的别墅里 和庄园主一起观赏 黑人决斗室的表演 这样的表演实在过于凶残 但庄园主看得兴致勃勃 真不是一般人的心理 见到姜哥是个黑人 但是却打扮得很是庄重 还和白人牙医一起上得了台面 庄园主对他很感兴趣 姜哥也摆明了自己牡蜜贩子的身份 随后牙医爆出了高价 好让庄园主幸福他们是来买人的 第二天 他们来到了庄园 却在路上发现有个黑奴要逃跑 还被狗撵上了大树躲避 牙医看不下去想花钱买下他 但这样的善举实在不像白人应该有的 所以庄园主对黑白霜煞起了疑心 下令放狗把黑奴给吃掉了 看到如此残忍的做法 牙医和姜哥也只能忍耐 姜哥向庄园主打听女奴 果不其然 姜哥的妻子就在这里 但她因为试图逃跑 所以被关了起来不给饭吃 被放出来时差点没命 晚上还要被带出来服侍人 幸好牙医接下了她 姜哥也顺利和妻子重逢 吓得妻子直接倒地 在晚宴上 姜哥却忍不住一直看妻子 这引起了黑人管家的怀疑 庄园主还火上浇油 脱下姜哥妻子的衣服 给大家看她被打伤的后背 姜哥差点就要拔枪 却还是理智地收了回来 黑人管家更是把她的愤怒看在眼里 就在吃饭后的闲聊时间 管家把庄园主叫到房间里密谈 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那就是姜哥和他妻子有够当 牙医也必然不是为了买决斗士来的 而是为了帮姜哥解救妻子 于是管家想出了一个损招 让庄园主当着姜哥的面羞辱黑人 好用激将法逼他献出原形 只见庄园主拿出黑奴的头骨 他撬出了一块骨头 解释这就是黑人奴性的罪恶之源 即使被羞辱也不会反抗 随后他开始怒吼 因为自己被欺骗了 他命令管家把牙医和黑人姜哥的枪脚 把姜哥的妻子给摁在座位上 威胁他们拿出更多的钱来买它 看着庄园主拿出锤子 就要把他给锤扁 无奈之下牙医只好掏出更多的钱 但交易完成后 庄园主还不放人 要和牙医握个手才算完成交易 不然他就会让管家崩了他们 看着庄园主不好惹的样子 牙医感到缴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于是夺不来到他面前 只见牙医拿着枪 直接枪杀了庄园主 黑人管家抱着他失声痛哭 牙医随即也被处理掉 一时间屋内变得鸡飞狗跳 姜哥也不甘示弱 拿起枪就是一阵吐吐 姜哥把屋里屋外了 全都一网打尽 战斗力报表 不过他的妻子还在别人手上 脑袋正被人用枪顶着当人质 为了让妻子平安无事 姜哥只好丢了枪 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姜哥被捉住后 遭到了飞人的虐待 只能被绳索倒挂着 脑袋朝下 就在他要被切掉器官时 黑人管家却把人制开了 都是同种族的人 想必管家会发发善心吧 但没想到 管家却有更毒的寂寞 他要让黑人生不如死 去矿场抡大锤砸石头 做苦力折磨他 在被押送的途中 姜哥和负责人撒谎 讲起在种植园时期 他曾发现了三个逃犯 自己则是赏金猎人 是要去庄园主的地里执行正义的 却被误会当成了黑奴 还怂恿负责人来一起待人 拿到赏金后会分给他一些 他侃侃而谈的样子不像是编的 负责人看似被哄骗住了 却去询问了其他被关押的黑人 他们一概表示不知他是谁 但姜哥会和白人谈笑风生 地位一定挺高 所以负责人就信了姜哥的鬼话 给他松绑后还找了把枪 好让他带着自己一起杀回马枪 不过就在姜哥拿到武器后 就直接端起来枪杀了 所有负责押送的人 他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被姜哥葬送了生命 姜哥英勇的身姿 在飞扬的尘土中显得那么伟大 他已经不再是唯唯诺诺的奴隶 而是要靠着自己的双手 争取自由的人类 他无所畏惧 只想着回到庄园救出妻子 为救赎自己的牙医复仇 他将马匹准备好 在杯上炸药 为黑人兄弟们打开了牢笼的门 随后就扬长而去 踏上复仇的道路 看着他策马奔腾的背影 黑人兄弟也意识到 姜哥是个纯血英雄 他满载着复仇的心 回到了庄园中 一进门就毫无顾忌地射杀 子弹飞射的声音不绝于耳 屋内的人都被打得血花四箭 来不及反抗 很显然 心怀感激与悲戚 但使命在身 只好先做告别 随后他来到了小黑屋 姜哥解救了备受折磨的妻子 他们立即要准备一场复仇 就在这天晚上 那些给庄园主送葬的人 穿着肃穆的黑衣回家了 姜哥也在别墅中等他们很久了 他只放走了一个黑人女服 然后冷酷地开窍 瞄准了那些作恶多端的人 尤其是一辈子都为庄园主 做尽坏事的黑人管家 姜在别墅中埋伏好的炸药点燃后 就走出了门 像看自己的艺术品一般 仰头望着别墅被炸得灰飞烟灭 火花纷纷落在了地上 显得尤为壮观 他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然后和妻子一起策马 远远地逃离了这个罪恶之地 寻找自己的自由 再也不回头 从此浪迹天涯 不再被白人所束缚鞭打 那才是他们本应该得到的未来 女儿离奇失踪 父亲感到大事不妙 但失踪时间太短还不足报警 他只好慌忙询问女儿的钢琴老师 但钢琴老师疑问三不知 但他一直会转给女儿上钢琴课的钱 女儿也表示他学钢琴很有趣 这说明女儿一直在欺骗他 父亲的弟弟倒认为 女儿只是和朋友翘课出去玩了 但他根本不了解女儿有什么朋友 只好暗图所记 终于摸索到疑似女儿闺蜜的电话 也许女儿就是在山上 才没有及时回复他 但坏消息接踵而至 父亲在第二天睡醒后得知 女儿根本就没去露营 得知消息的父亲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距离他失踪已经过去了数十个小时 这下必须得报警了 探员主动找到他 希望得到女儿的更多信息 父亲终于想起登陆女儿的脸书 但他不知道密码 终于在离世妻子的邮箱中 通过了女儿脸书的认证 发现了他的众多网友 然而看上去活泼开朗的女儿 却活得这么孤独 父亲不断地询问 有谁约他出去吗 每天女儿都是一个人吃饭 从来没有和朋友一起 显然尽管女儿的网友不少 但没有一个真心朋友 不过弟弟给父亲提了个建议 让他灵光一闪 于是父亲找到了卷毛妹 他们一起去参加过读书会 虽然气急败坏的父亲 质问卷毛妹女儿到底去哪了 但他也和女儿不太熟 只提供了另一个女儿常上的网站 上面只有女儿分享的生活照 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 就在父亲如无头苍蝇一般焦虑不安时 探员搜查到了女儿的监控 他驾车往城外开去了 探员还得知女儿一直将钢琴课的钱 存在银行账户中 眼看账户已经注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父亲在另一个社交账号上 发现一个男孩经常评论女儿 但通过男孩的社交主页显示 他是个不良少年 成天吞云吐雾的 看起来面相也很凶 父亲对男孩起了疑心 拨通了他的电话 质问他在女儿失踪的晚上干嘛了 面对父亲的咄咄逼人 男孩只说自己在忙 不过父亲寻找线索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男孩只不过是去参加了演唱会 听着探员汇报给自己的新进展 父亲更是摸不着头脑 女儿办了假证后 将存款转移了 根据探员说 这是当地不良分子洗钱的方式 不过父亲信誓旦旦地表示 自己很了解女儿 他绝不会做坏事 也不会一声不吭就离家出走 很显然 父亲还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他发了疯似的 再一次搜索了女儿的社交账号 这一次 他发现女儿一直喜欢做直播 在直播中和粉丝们互动 分享自己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 在女儿的直播间里 有一个经常光顾的忠实粉丝 叫炸鱼薯条 他的社交头像显示 他是个年轻的女服务员 父亲在直播回放中 发现自己的确一点都不了解女儿 炸鱼薯条是女儿的知心好友 但他和女儿的失踪 似乎并无关联 但父亲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线索 那就是一片湖泊 湖泊不仅出现在女儿的生活照和直播里 而且距离探员提供的路径显示 湖泊距离女儿停车的位置相当接近 这下父亲叫醒探员 要去湖泊边一探究竟 但是父亲找到了 女儿一试的钥匙扣 仿佛预示着女儿遭遇了不测 第二天一早 新闻就播报了这场失踪案 女儿的车在湖底被发现 不过女儿并没有被发现 但也凶多吉少了 失踪案很快引起了各方媒体关注 甚至登上了热搜 不仅有大量的志愿者前来搜寻 探员也在快马加鞭的破案 但女儿已经失踪四天了 只是在这关键时刻 天气变得糟糕起来 下大雨对于山地来说 是有极大的风险的 所以搜寻工作被迫暂停 不过让父亲含心的是 不少人开始怀疑 是他对女儿缺乏关照 有家庭内部的矛盾 才导致女儿离家出走 引来各方键盘侠的唾沫 之前他挨个询问过的同学 还假惺惺地表明自己是女儿闺蜜 以获得流量和同情 一时间谣言似起 这场失踪案成了作秀的平台 人人都自导自演 成了草台班子 父亲本就被女儿失踪的事 弄得心烦意乱 这下更是被逼得要动手打人 然而他的不理智 让探员把他踢出了搜寻小组 父亲跟倔驴一样 自顾自地继续搜索女儿的消息 他终于发现 女儿和弟弟都喜欢同一个冰球队 他按捺住要骂弟弟的心 发现了弟弟和女儿的聊天记录中 有大量的露骨话语 不堪入目 但弟弟却在此前 表示和女儿并无太多往来 难道弟弟对女儿做了什么 这下父亲把怀疑对象 指向了自己的弟弟 所以他装上了摄像头 邀请弟弟来家中开门见山 弟弟好像被问猛了 直直乌乌的 弟弟甚至记不起 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是什么时候 于是父亲采用了激将法 在弟弟面前 大声念起了他和女儿的聊天记录 弟弟的神色难堪 但父亲又开始不理智了 对着弟弟就是拳脚并勇 最终弟弟吐露了真相 女儿是来他家西奥 这才有看起来不正常的聊天 父亲指责弟弟不像个好叔叔 但弟弟反过来指责父亲 一点都不懂得关心女儿 他甚至不知道女儿为何不去上钢琴课 父亲其实一直都没有和女儿好好交流过 但是父亲的忏悔已经没用了 因为已经有歹徒自首了 歹徒声称自己杀害了女儿 但歹徒却提前自尽了 心痛的父亲只好接受了这个结局 把女儿生前的视频都传给了丧葬公司 然而父亲却发现 丧葬公司的海报上 赫然显示的是炸鱼薯条的照片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员 但之前探员已经和他表明 他查过炸鱼薯条的资料 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服务员 父亲联系他后了解到 他只是一个平面模特 这下父亲感到探员不对劲了 他经过询问得知 探员是主动接受这件失踪案的 而且在探员的旧照里 有一张是和自尽的歹徒合影的 父亲联系警方 一起在女儿的葬礼上 抓获了探员 被抓住的探员只好表明 自己的儿子就是炸鱼薯条 因为从小暗恋女儿 但在编造了一系列的谎言后 塑造了一个有着悲惨绅士的女服务员形象 探员儿子没法收回谎言了 但女儿善良地相信了他 将存下来的钱会给了他 所以在探员儿子企图尾随他 告诉他真相时 女儿却因需要精神紧张 对突然出现的探员儿子感到害怕 开始了正当防卫 打给父亲电话却没有接通后 女儿却被探员儿子 失手推下了悬崖 于是探员帮儿子掩盖真相 引导父亲误以为女儿被歹徒残害 值得高兴的是 在探员儿子推下女儿的悬崖下 真的找到了女儿 正是之前阻碍了搜寻的大雨 才给了他一线生机 努力生存到现在 这真是皆大欢喜 女儿在恢复了身体健康后 克服了心魔 重新报名了钢琴课 他和父亲的关系也逐渐好转 唯有体贴与关怀 才会让父女更珍惜彼此 父亲也终于道出了柔软的心声 女人被海盗挟持 为了逃脱 他将匕首刺向海盗 没想到海盗直接将匕首拔了出来 诡异的是伤口很快愈合 女人吓得逃到甲板上 但水手们都变成了会动的骷髅 女人被眼前惊悚的一幕吓倒 尖声惊叫起来 他被骷髅拐走 急忙害怕地挣脱了 他从空中跳到了甲板上 骷髅又抓住了他的手 他死尽拽开了骷髅的手 利用船舵把他的脑袋给折断了 但骷髅却把脑袋给接了回去 女人慌忙躲了起来 海盗乐住了他 向女人解释自己和水手都变成了骷髅 是因为偷走了被诅咒的宝藏 一旦有月光洒下来 就会成为半死不活的行尸走肉 海盗打开一瓶红酒 随后一饮而尽 红酒滴落在他的骨头间 显得异常恐怖 女人吓得逃回了房间 海盗也把酒瓶砸碎 将房间的大门轰然关上了 海盗大笑起来 水手们也附和地笑起来 一群骷髅在月光下笑得前仰后合 如此诡异的场景真叫人不寒而令 这艘海盗船一路航行 只为找到他们最初寻觅宝藏的地方 并解除诅咒 与此同时 另一艘船也抵达了宝藏的所在地 这艘船上载着杰克和威尔 他们要拯救女人 当海盗对着水手们发表演讲时 杰克和威尔也找到了他们 威尔看到伊丽莎白有危险 就要起身去救她 但杰克却摁住了她 不过威尔随即把她给打晕了 她为了伊丽莎白在所不辞 海盗将她的手划开了伤口 把金币粘上她的鲜血 再丢回了宝箱里 但这个方法并没有解除咒语 海盗意识到伊丽莎白在撒谎 于是将她一拳打晕过去 随即和水手们议论起她的身份 威尔也游到了她的身边 将她唤醒后悄悄带走 他们早早来到了逃生的船上 把杰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由于没有利用伊丽莎白解开咒语 水手们明显不服气了 开始挑衅海盗 眼看海盗的威慑力强大 水手们又建议把伊丽莎白的血都放光 多一些血应该可以对咒语奏效 但就在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伊丽莎白早就不见了踪影 海盗命令他们快点去找到她 威尔早就在离开的时候 把船桨都给顺走了 他们大眼瞪小眼 开始找船桨 被威尔打晕的杰克 也终于醒了过来 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 水手们见到她都很吃惊 眼看水手们要把她置于死地 杰克实在是插翅南非 开始胡舟起来 把他们吓得一愣一愣的 随后海盗船长也纹身而来 原来杰克本是一名船员 在上级的踢拔下成为了船长 但在运输的过程中 他因为同情心放走了非洲奴隶 这引起了上级的愤怒 下令要抓回杰克船长 还将他的手臂上落下海盗的纹身 从此沦为阶下球 不过杰克有着异于常人的头脑 自然能轻易从狱中逃脱 逃出监狱的他 打算追回属于自己的船 好好当一回船长 杰克因此成为了黑珍珠号的船长 踏上了寻找西式珍宝的旅途 不过他的大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探遍后反客为主 自己成为了海盗船长 忘恩负义地把杰克丢到了小岛上 虽然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宝藏 但海盗的手下也看不起他的行为 所以对此表示了不满 海盗当然接受不了批评 把手下给残忍的抛尸大海了 洒落下来 自己就会化为骷髅的模样 原来那些宝藏都被施以了咒语 一旦被人拿走 那妖巡宝者就会变成半死不活的骷髅 破除咒语的方法是 首先找到被诅咒者 再将其鲜血都涂抹到金币上 物归原处 也就万事大吉了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被沉入海底的手下就是被诅咒者 为了找到他的儿子威尔 以及他身上携带的金币 海盗一行人才找到了伊丽莎白 他正是威尔的青梅竹马 二人情投意合 但由于身份悬殊一直无法在一起 伊丽莎白在相亲的时候 鹰颈身裙勒过头 不小心坠入了海水中 却意外被杰克船长就上岸来 赶来的侍卫查明了他的身份 要将这个大名鼎鼎的海盗抓捕起来 杰克灵机一动 直接绑架了伊丽莎白 杰克命令伊丽莎白 为自己戴上帽子 伊丽莎白骂他卑鄙 但杰克认为这样很公平 一命还一命 现在大家都扯平了 杰克将他推向侍卫 随后纵身一跃 巧妙地逃开了所有人的追捕 他来到了威尔在的铺子 刚好发现了一把斧头 就在杰克打算用斧头砸开手铐时 威尔也回来了 他认出杰克就是在逃通缉犯 威尔不知道父亲传给自己的金币 就是海盗的象征 这枚金币也被伊丽莎白发现后 偷偷藏了起来保护了他 不知情的威尔对海盗十分厌恶 于是亮出了长剑 正打算将他捉拿归位 二人开始了击剑比赛 打得不可开交 真是高手过招 谁长船高 话音刚落 杰克就被身后的酒瓶给砸晕了 侍卫和长官也纹身而来 杰克就这样被捉住了 与此同时 伊丽莎白在落水时金币发出信号 也被篡围的海盗收到了 为了尽快解除骷髅的咒语 他们连夜赶到了码头 二话不说就对着小镇开跑 把这里都炸得面目全非 两个水手按照金币的感应 找到了伊丽莎白 就在他要被带走的时候 伊丽莎白灵机一动 提出要和他们谈判 以此保护自己 威尔健壮就要营救他 但在混乱中却被一棒子敲晕了 于是伊丽莎白就被带到了海盗船上 他虽然和海盗再三谈判 但很显然并不奏效 在杰克得知了威尔的姓名后 也明白了他父亲是海盗的身份 于是陪同他一起来拯救伊丽莎白 只是最后他们离开 却丢下了杰克一人 就在杰克再次和海盗相遇时 他点名了伊丽莎白的血是无用的 成功引起了海盗的兴趣 为了找到破除咒语的方法 海盗不得不放他一马 杰克顺势提出自己的要求 首先应该归还黑珍珠号 再把海盗丢到岛上 直到杰克乘船离开 他才会说出威尔的真实姓名 好让海盗找到他 眼看威尔的船浮现在海上 为了早先一步告知海盗 以便自己脱身 杰克连忙想出了备案计划 那就是让他自己上去威尔的船 好好谈判后再回来 海盗不跟诡计多端的他废话 直接将杰克关了起来 海盗船紧紧尾随威尔的船 威尔健壮 认为一直躲下去也不是办法 不如先发起进攻 于是两艘船展开了攻势 面对面摆开了阵型 紧接着开始了狂风滥炸 一时间双方交战的情形十分激烈 杰克被关起来的地方 也被炸弹炸开了 他顺势逃脱了出来 眼看黑珍珠号的攻势猛烈 水手甚至建议把伊丽莎白交出去 但威尔集中生智 想到把金币给海盗 那才是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 但他的船随即被围杆击穿 开始漏水了 现在是敌强我弱 杰克也趁机跳到了威尔德船上 海盗的猴子找到了金币 威尔虽然想阻止猴子 但他被牢牢困在了原地 杰克也伸出手想抓住猴子 但也为时已晚 只见猴子将金币交给了海盗 海盗一脸得意洋洋的 就在这时 威尔的船被炸药轰炸 一时间就沉入了海底 眼看青梅竹马凶多吉少 伊丽莎白急了眼 但海盗却一把抓住了他 但威尔不会那么轻易失败 他踏上了黑珍珠号 威尔想威胁海盗 但海盗丝毫不怕他 因为他们早就是行事走肉了 只是一群会动的骷髅罢了 杰克摆脱威尔不要轻举妄动 再把事情搞砸了 但威尔不听劝 把枪指向了自己 他明白自身才是破除咒语的关键 杰克知道大事不妙 急忙和海盗解释情况 但威尔已经说出了真相 海盗知道后开始和他谈条件 威尔让他们放伊丽莎白走 于是海盗放走了伊丽莎白和杰克 将他们流放到了小岛上 杰克之前也是被扔到了这里 这次应该还有方法逃脱 但杰克和伊丽莎白解释 那是因为自己运气好 碰上酒贩子才得以搭船离开的 伊丽莎白气急败坏 既然自己活不了 他也别想乐呵 于是将酒都烧完了 恰巧烧火的烟让他父亲的船发现 于是二人幸运地获救了 但当伊丽莎白请求父亲去救威尔时 却遭到了拒绝 毕竟他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不值得耗费大量人力去营救 哪怕杰克在一旁添油加醋 也无济于事 直到伊丽莎白让相亲对象去救威尔 成功后就会乖乖嫁给他 这个要求让相亲对象心动了 于是让海军向黑珍珠号进攻 在月光照耀的海底 一群骷髅出来迎战 他们爬上了海军大船 双方展开战斗 伊丽莎白和威尔合力解决了几个海盗 随后威尔来到了宝箱边 杰克在拿到金币后 也成为了不死之身 他将自己的鲜血涂抹上金币 交给威尔 但海盗也把枪指着伊丽莎白 双方对峙者 杰克见状 先朝他开枪了 于是威尔把两枚沾满鲜血的金币 丢入了宝箱中 就在咒语解除的瞬间 海盗也重担身亡了 本来的骷髅们都恢复了知觉 纷纷向海军投降 杰克也重新做回了黑珍珠号的船长 他也即将开启新的旅程